下午两点多 民众纷纷收起散居 因为北部雨势逐渐趋缓 而近几天受封面影响 高屏地区受灾严重 21号到今天为止 屏东县春日乡累计雨量超过960毫米 高雄市茂林区则是来到720多毫米 不过随着震流风逐渐难移至巴士海峡 高屏地区发生剧烈天气的几率将降低 气象局下午3点左右 也解除高屏地区的大雨特暴 到了明天预计整个天气状况 会比今天再更为稳定一点 那只剩下东半部地区跟南部地区 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在中部以北地区的话 上午来说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不过中午过后仍然要注意 可能有些午后雷震雨 尤其是山区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有时候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这个周末各地雨时虽然有空档 午后仍要留意局部震雨或雷雨几率 而下周一封面又将往北移动 天气在转区不稳定 那尤其到下礼拜二礼拜三这两天 封面又会回到台湾的上空 因此预期下周二下周三 天气会更为不稳定 各地都可能会出现震雨或雷雨的现象 那尤其是在西半部跟东北部要留意 仍然有可能出现局部的大雨 那礼拜四之后 虽然封面呢整个是比较离开台湾了 但是台湾附近仍然是水气偏多的 天气分析师吴赛宇指出 虽然大规模强降雨出现的可能性低 不过民众还是得留意局部好大雨的发生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家伟赵廷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